马丁斯科赛斯的经典犯罪电影《好家伙》 最近两度重新登上新闻头条 去年5月电影的主角之一雷利奥塔突然在睡梦中身亡 今年5月死因终于公布 67岁的他死于急性心理衰竭和呼吸系统疾病 然而就在最近几乎是利奥塔死因公布的同一天 《好家伙》另一名主演 79岁的奥斯卡影帝罗伯特·德尼罗 却爆出了令世界震惊的好消息 他的第七个孩子出生了 新生儿降生的讯息距离德尼罗八十大寿仅有三个月 一时间网友的三官都碎了 茂迪老人还在生娃图什么 他竟然还能生出来 孩子的妈是谁 他活得到孩子上小学吗 有这样的意味是完全合理的 要知道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 比德尼罗的长女小51岁 德尼罗小儿子的年龄甚至都足够当这个娃的爹了 七个孩子四个妈 新生儿为德尼罗加这个好莱坞最混乱家族又添了一笔心账 喜欢看电影的人应该都很熟悉德尼罗了 他作为大导演马丁斯科赛斯的御用演员 出演的《教父2》 《愤怒的公牛》 《出租车司机》都是影视经典 近年来他在奥斯卡提名作品《爱尔兰人》中的演出也大获好评 他的西路很广 无论是喜剧《拜见岳父大人》 《乌云》背后的幸福线还是歌舞片《纽约纽约》 表现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演技之里德尼罗可以说是无可指摘的 但谈到私人生活 那就乱成一锅粥了 罗伯特新生儿的消息是他自己走漏的 他接受采访 记者问他当六个孩子的父亲有什么感悟吗 他久诊记者 我是六个 是七个 我刚生了个孩子 风轻云淡的宣布了爆炸性新闻 让记者震惊的结巴了好一阵 79岁德尼罗第七次当爹的新闻爆出后 人们对这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猜测不断 不久后 德尼罗主动给媒体提供了小女儿的照片 宣布这个4月6日出生的体重8磅6盎4的女儿 名叫Java Virginia 陈Deniro是个有华裔血统的小孩 这么一看 母亲的身份也就真相大白了 今年3月 就有狗仔拍到德尼罗的女友 蒂芙尼陈身体发福 像是怀孕的样子 上周又有人拍到陈抱着新生儿在纽约散步 陈是德尼罗最新一任女友 两人在德尼罗与前妻打离婚关子期间认识 2015年 陈作为武术指导 参与了德尼罗主演的喜剧电影 实习生 两人因此相识 2021年 两人首次爆出恋情 经常被拍到一起度假 共进晚餐和秀恩爱的照片 然而德尼罗从未承认过这个女友 直到七娃加尔出生 才算是侧面坐实了陈与德尼罗的稳定关系 陈的来头还不小 出生功夫世家 他的父亲是陈志诚 出生在温州 后从台湾省移居美国 年轻时 陈志诚败于镇子太极拳创始人正曼清门下 学习阳世太极 后成为太极拳大师 在美国开武馆 陈从小跟随父亲练武 斩获了数十枚武术金牌 和世界冠军头衔 26岁时 他还曾被武术杂志评选为年度最佳选手 现在的工作是武术指导 虽然陈的具体年龄不可考 但根据他参加比赛的时间推断 他现在应该在45岁左右 生孩子的时候也是高龄产妇了 他与德尼罗有将近35岁的年龄差 陈的父亲今年88岁 快80岁的德尼罗管岳父教哥更合适 当记者问他对于女儿出生的感受 德尼罗只是平淡地回答 我对此没意见 我感觉不错 似乎也并没有对这个孩子有多少期待 毕竟他的钱已经不太够花了 一些媒体把德尼罗特别热衷于生孩子 归结于他的意大利血统 说他向往传统的意大利大家庭 另一些归结于他喜欢处处流行的性格 那么我们就来捋一捋 他的家庭有多大多复杂 德尼罗的七个孩子出生在六个不同的年代 其中一个儿子有个比自己还大20多岁的侄子 顺便说一句 德尼罗对黑人女性有执念 除了新生女儿之外的所有孩子都是黑白混血 1976年 德尼罗与在出租车司机中认识的女演员 带安妮阿伯特结婚 同年他收养了阿伯特和前男友生下的女儿德瑞娜 德瑞娜今年51岁是演员和制片人 参演过一个明星的诞生 实习生等电影 基本上是要靠父亲的名号吃饭的新二代 与第一任妻子结婚几个月后 第一任妻子生下了德尼罗的大儿子拉菲尔 拉菲尔在长相上几乎百分百负值了父亲 但是他聚不在演艺圈 现在是纽约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 经常负责接待明星 德尼罗从长子长女这里又得到了四个孙辈 他对养女还是挺好的 直到现在也还在给他喂资源 带他出席活动 1988年 德尼罗和第一任妻子离婚 与黑人模特和女演员Tuki Smith约会 两人在交往期间一直对两人的关系比而不谈 不过这不耽误生孩子 1995年他们偷偷代孕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德尼罗和Smith直到分手都没有结婚 1997年 德尼罗与女演员格雷斯海托尔结婚 两人在伦敦的一家餐厅相识 当时德尼罗沾花惹草 妻毒犯法的新闻满天飞 结婚并没有让他的形象变得更好 两人于1998年生下了儿子艾利欧特 德尼罗当时已经55岁了 有一种说法称 父亲生育年龄过大 可能更容易导致孩子有自逼症 而可怜的艾利欧特正是如此 德尼罗与第二任妻子的关系非常动荡 两人2001年试图离婚 妻子指责德尼罗毒瘾太重 无法照看孩子 德尼罗则回击称妻子家暴了她 后来两人尝试和好 重新在一起生活 可能是为了修复关系 两人于2012年通过代孕 生下了女儿海伦 这时德尼罗已经69岁了 妻子也57岁了 德尼罗曾坦言她和这个女儿的相属并不顺利 有时候会吵架争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带高 生下海伦没几年 德尼罗和第二任妻子的关系彻底破裂 他们的两个孩子也被卷入了激烈的离婚关系中 人们当时觉得德尼罗这么大岁数了 应该已经受够了一地鸡毛的婚姻和艰难的亲子关系了吧 所以媒体公认海伦会是德尼罗最后的小孩 只能说大家还是把她想的保守了 所以当第七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大家都无虞了 德尼罗一口咬定这个孩子的出生是她计划好的 陈对于孩子的出生欣喜若狂 却完全没有提到貌似生孩子的妈妈的情况 有不少网友质疑他们这个年纪还要生孩子 既不负责又自私 你们没有想过小孩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母有多可怜吗 一个45一个79 照顾自己都越来越困难 又拿什么照顾孩子呢 德尼罗童年因为肤色太白 在意大利聚居区被当成异类 可能是因此才执着找深肤色伴侣的 当我决定把孩子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时 我希望我能全力参与他们走向成年的路 你79岁了 不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父母 真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你能生并不代表你该生 往周知 这太恶心和可悲了 这个孩子在10岁之前就失去父亲的几率极高 60多岁生孩子时已经很难了 79岁再生只能说是个自私和不负责任的决定 作为父母 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还能陪孩子多久 你为什么还故意缩短这个时间呢 有一个网友表示 德尼罗这件事让我觉得反胃 我以后再也不看他的电影了 认同请转发 这条推特获得了6.6万点赞 1.2万转发 可见网友对于这件事的态度 德尼罗到底能不能看到女儿上小学不一定 但小女儿的出身让德尼罗一家的遗产分配 变得更加艰难了 德尼罗虽然拥有5亿美元的身价 但他是出了名的花钱大手大叫 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曾指责过他生活奢侈无度 更不用说以前吸毒的花销得多大 媒体报道称 德尼罗之所以80岁了还在猛接电影 而且接了很多烂片 并不是因为他多喜欢表演 主要是因为家里钱不够用 让他不能安心退休 即使是这样也要把七娃生出来 那他也只能承受这份甜蜜的负担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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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